各位好 欢迎回来 我是杨永明 我们这一节来看就是台积电 在日本 昨天元宵节 他第一场 这个完工剪彩 那你看 这个是熊门场开幕了 张忠谋都去了 刘德英 然后日本的岸田 他是引带来支持 支持这个第二场 第二场已经决定要做了 那日本经济产业大臣 栽藤建也说 会再补助台积电 48.6亿美元 7千多块 8千亿日元左右 来兴建熊本二场 所以这个熊本小镇 这个比台湾的鹿港小镇厉害了 地价就开始翻倍 薪水加倍 日本的司机爽歪了说 台积电是神 那到上个月为止 整个这个 就是菊阳丁的人口 四万三千八百八十五人 但没有人的小车站 已经出现了通勤 尖锋时段的人潮 连公车站牌都超过 六十个人排队等候 所以计程车司机都说 我们这个钱整只是翻倍 这让我们想到 那个时候大陆客来台的时候 的那种龙景 对不对 然后听说台湾很多有钱人 期望营业会店大甜点店的老板 也是这么说 那经济学人的文章 也说台积电日本厂 条件胜过美国厂 这是真话 那一场24号开幕 那可是这里面你看到 劳动关系的差异 电装索尼 索尼就是松尼 新利 然后已经有台积电政府的 子公司的股权等等之类的 这些东西 其实就表示说跟美国之间的差距 不过我这边一直要再问的就是 难道台湾大举台积电到日本去投资 那我们自己本身留下来的东西呢 本来是可以在台湾设厂的 那当然你可能要因为 这个供应链的稳定 但是表示说台湾这边的情况 可能也是一个状况 张中某昨天讲 针对AI的讲话了 他说AI的需求不是几千万片的产能 是更多的这个晶圆厂 未来会有更多 最近AI是告诉他说 需要不是几万 几十万 几千万 不是 而是要更多的晶圆厂 三间 五间 十间 那AI最近这个事实上 那灰达的市值你看 已经排到全世界 如果就国家而言 它的GDP可以排到第12 对不对 那灰达 那已经突破两兆美元 所以整个抢占AI的先机 彭博说 这个北佐斯 辉达这些企业的投资 在研发什么 人型机器人 亚马逊的创办人 都在做这些东西 那问题是中美之间 AI的差距呢 一两年可以追上吗 一两年可以追上吗 那网络安全公司 骑虎360的创办人 周鸿伟他就这么说 中美在AI上的差距 主要是在确定技术方面上 一旦方向确定了 中国的优势是在学习能力上 很快会赶上来 中美在AI上的差距 应该可以在一两年的追上 这是比较乐观的想法 那黄仁勋也在这样 这个氛围之上 他说华为是个好公司 因为华为自己也在做 类似的晶片 跟这个灰达的竞争 美国限制中国的晶片 会成本很难 所以他已经开始 又第三度的要去提供 就是给中国大陆的特制晶片 那现在从AI 我们就到了太空竞争了 新的太空船 这个名称定了 经过大家的投票 然后考虑叫孟州 叫孟州 目标是2030年送人上月球 意义的是什么呢 载人月球的探测 承载中国人的太空梦 所以孟州探索太空的新里程 至于月面着陆的命名 叫做揽月 各位 孟州揽月 好有诗意 这取毛德宗的诗词 就是说可以上九天揽月 彰显中国人探索宇宙 所以追赶马斯克的 这个中国90后 他已经拒绝美国的名校 开始自己做火箭 那我们看到 这个在1月11号的时候 民营的航太公司 这家叫东方太空 东方太空 用最新开发的引力一号 圆满完成了一次 这个海上发射 这是海上发射 我们看影片 那将三颗卫星 精准的送到了预定的轨道 刷新了一连串的记录 全球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 全球首个海上发射的 捆绑式的运载火箭 然后是陆运力最大的 民伤运载火箭 就大陆这边运力最大的 民伤民间的运载火箭 所以这个引力一号 背后的男人叫什么 这位姚颂 不知道跟姚明有没有关系 这个姚颂他是90后的学霸 是东方空间的共同创办人 是和联席主席CEO 29岁的开始造火箭 短短的三年便代理的团队 造出了引力一号 我们看到这个刚发射的 影片上 因此媒体就称赞为 中国版的马斯克 我刚刚讲下来我就觉得 这个是不是就蛮像 马斯克的这个感觉 果然 中国大陆媒体称赞的 中国版的马斯克 52年来首次登月 美国的奥德休斯号 着陆之后翻车 事实上这个公司说它还活得 好好的相对比的一个比较 来 大使怎么看 台积电的熊本厂 事实上报道说它其实 去年底它就已经开始生产了 动工 为什么要今年这个2月24号 动23号正式 因为要庆祝 有人说是庆祝日皇的生日 对 所以这一天来举办 可见日本对这个厂的重视 这是日本近年来最大的一个外资 这个厂最后要花200亿美元 所以我们刚刚看 日本投资了48点 这新加的 48.6亿美元 第二场 第二场 第一场也差不多这个补助款 可是整个投资是200亿 现在这种新的这种 这种芯片的投资 下来大概都是200亿美元左右 包括台积电在美国的 不过日本虽然说 这个好像看起来比美国表现得好 可是台积电自己要筹资不少钱 这个钱还是自己要出 不是说只有 日本人不是全资 所以白白日本赚了很多钱 美国是比较狠一点 美国根本就到现在 连要投资台积电 在美国的那个Arizona厂 到现在都没有说了 可是空话一句 还没有看到任何这个钱 当然这个厂事实上 对日本帮助很大 日本甚至报导说 这个是日本第二次黑船事件 这黑船是日本这个 在这个民智维新之前 被美国的船 这个叫船长强行开国 然后造成了日本这个国家的文明开化 以前是蛮不文明也不开化 好像是这样的 日本是靠这个黑船文明开化 现在这个台积电是第二次的这个黑船 为什么把日本的 起码在半导体上文明开化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原因是 日本到目前为止 它的这个晶片只能生产48 40奈米以上的晶片 它没有能力生产40奈米以下 你知道我们台积电是4奈米 比它进步10倍 在日本这边 日本这个他现在要做什么 日本的本身所有厂到40奈米 就停了 没这个技术 没这个本事 不要把日本人都好 它做晶片就做不过台积电 这次台积电这个厂是做什么 是把它做到20到28奈米 而且进一步可能要做到12到16奈米 所以日本作为是黑船事件 因为帮助日本晶片进步 可是这个对台积电来讲 它可以究竟提供好日本市场 因为这个厂 它不是台积电独资 它里面有Sony 然后还有Toyota 这里面都进入了 这个厂不叫TSMI 叫JSAM 它是另外一个 它是日本的公司 在日本设立的公司 这个东西对台积电来讲的话 有好处 它可以增加它的产能 可是最大的损失就是台湾 200亿的美金的投资 本来要在台湾的 本来是要在我们高雄的 现在到哪里去 现在跑日本去了 对台积电本来是没有这个需要 在美国的这个地缘政治考量压力之下 它非去不可去了 对 可是200亿美元本来要放在我们高雄的 现在跑到日本熊本了 熊本高兴得不得了 全日本地产哪有涨到36%的 对不对 这个钱200亿如果在我们高雄 我们高雄地产也是涨36% 现在掉下来了 对 当时只要听到声音就已经上去了 结果现在掉下来了 所以白花花的影子 因为美国的地缘政治 我们把这200亿花到了日本 没有花在我们台湾 损失是我们台湾人 跟我们台湾的产业 有台湾的经济评论员还说 这是台湾的经济力的延伸 将军 这两天有关于太空竞争 我觉得这是未来的 世界争霸一个很重要的一块 区域就是太空的战争 这两天我们听到一个最新的一个 美国的一个说法是说 指控俄罗斯在发展太空的核战 对不对 认为它太空 在太空引爆核子爆炸的话 会毁掉所有的太空卫星 那时候整个太空都已经 如果说没有卫星的话 所有通讯 设施干嘛全部毁掉 事实上美国自己干过这种事情 他现在指控 指控俄罗斯要干这种事情 但是普京反驳 所以我们没有这个计划 我想这两天情况大家都注意到 其实弄得人心惶惶的 如果说俄罗斯 你怎么那么粗暴 在太空里面引爆核子 我跟各位讲 是美国已经干过这种事了 美国已经在太空中 引爆过一颗核子弹 然后把所有的卫星都引爆 它在哪里发射 在夏威夷南部700公里的地方发射 就南太平洋的上空发射 那时候确实是造成很多卫星的回事 所以造成大家紧张 现在来讲的话 未来的太空争霸是如此 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指控说俄罗斯要发展的 这太空核子的一种爆炸 来摧毁卫星 因为美国自己要发展 太空的一个星战计划 它要争取预算 我们都知道你可以去查 美国现在有一架叫做 它升级版的太空舟 叫XB37的这种升级版的太空舟 就是太空战舰 我们可以升级为太空战舰 它可以来回于地球跟太空之间 然后它如果这条在XB发展成功的话 它未来在太空之中 它半个小时之内 就可以摧毁世界上面 任何一个角落的一个国家 一个设施 发射这种武器来讲的话 所以我怀疑说美国这次来讲 它自己本身是要发展太空的 一个星战计划 其实太空星战计划 美国是从雷根时代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它就有这个计划 要发展太空的星战 我为什么讲这一段 因为从中国我们看出来 中国其实在这方面来讲 它也不断的迎头赶上 不管是在对这次来讲我们声乐 或者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影片 它在海上发射这个火箭 其实这是非常重要一个里程碑 在太空科技来讲 为什么要在海上发射 第一个它可以离它 要发射的轨道比较近 我这颗卫星要发射到什么地方去 在太空中的什么位置 那我从地球的那个点 那点不见得是在陆地 我可能在海上发射比较近 第二个就是如果说是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发射上去以后 总是会有一些脱落的一些碎片 比如说脱落的推进的火箭或干嘛 它掉到海里面的话 对陆地上的人员影响比较小 可是你要坐这么大一条船 能够发射这么大一个火箭 上太空来讲的话 这个科技是中国一个科技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不管从这次来讲 我们现在新闻上面看到 就是中国不管是要发展登月 2030年要登月 或者是说这些新的 890年以后的这些年纪人 愿意回到中国去发展 它太空科技来讲的话 我相信未来是 不管是美国 中国 俄罗国 在太空会是一场很强的 个森巴赛 那谁能够抢到这个先机 谁就能够掌握到地球的未来 所以叫孟州揽月 对不对 韩兵 我想台积电的事情 当然对日本雄本那边 带来一个很大的商机 他们在那边为什么会比较好 是因为我们跟日本的文化 毕竟比较接近 所以整个不管是企业的文化也好 或是整个民族的这种文化也好 都比较相近 台湾人对日本本来接受度也比较高 所以在那边融合就比较好 但在美国就出了一大堆问题 彼此之间文化差距太大 所以美国现在这边 面临到困难重愁 台积电在那边的投资 可能到最后会打水漂 有可能 对 这是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非常麻烦 但是台积电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就是因为 这是美国的一个战略规划 他要分散他的风险 是分散他的风险 不是我们的风险 他要分散美国未来的 可能面临的风险 所以他逼着台积电一定这样做 所以未来台积电 可能还要去德国 还要去其他的这些地方 去做投资 那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 我们本来这些商机 都可能是在台湾了 后来都没有 我们自己都享受不到 反而要分散到外国去 但是没办法 我们就是被美国逼着这样做 而且台湾不再是细盾了 对 可是问题是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当美国有一天 他觉得他的风险降低了 他没有什么风险 那代表什么你知道 代表台湾对他就不重要 台湾如果一旦对他不重要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是可歌可泣的那一个 因为大家想想想看 未来11月以后 可能下一个上来是川普又要回来了 那川普 川普这个商人他向来是 已经讲得非常明白了 反正他什么东西都是看钱 你如果没有钱给我的话 那抱歉 他随时就把你抛弃 因为他对北约的国家 就直接这样讲 你钱脚不够是吧 那我叫敌人来打你 他就直接这样讲 所以我觉得 这个我们台湾自己真的要去注意 我们如果有一天利用价值 都失去了的时候 在美国眼中我们到底算什么 美国会不会直接把我们抛弃 那当然 现在全世界大家都在禁足AI这一块 中国大陆也在努力追赶 那虽然这一个 骑虎360的创办人周中央一说 大陆大概只落后一两年的时间 可是他讲到一个很关键点 也就是决定方向 方向是谁在决定 目前看起来 领先者还是美国 美国在决定方向 美国决定了方向之后 中国大陆在后面追 那如果一直保持这种态势的话 那抱歉 领先者永远是美国 因为中国大陆 只是跟在后面走而已 所以我觉得 现在胜负的关键就在于 中国大陆什么时候 能够自己决定方向 如果当他开始 可以在自己决定方向的时候 他就站在真正的领先群 那美国就很难再去制裁他 好的 谢谢 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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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